玩过123木头人吗 一动就会死的那种 500米开外有一头巨型娃娃 他们不能被娃娃看到移动 并要在5分钟内抵达终点 大家一听 这也太小儿科了吧 游戏开始 两个不知死活的年轻人就杠了起来 只见人偶趴在墙上说道 结果一个没站稳 碰巧被娃娃发现 随后一声巨响 娃娃又转过去了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只有第二名小哥凑了过去 看见第一名走出了一滩血 娃娃回头时小哥已经吓坏了 两腿下意识地往后退了起来 这下娃娃的电子眼睛就侦测到了他的移动 小哥把 每个人都看见了爆裂的血浆 一个人开始跑 数十人跟上 从众心里让人们放弃了理性 很多人心怀侥幸 以为能够混在人群中逃脱侦测 但他们忘记了那时机器 短短十秒之间 只听见枪声像连猪炮一样 很多人来到大门前却推不开门 全部在门口被射杀 当枪声停止 厂商已经没了动静 数百幸存者战战兢兢 死死克制着不敢发抖 当娃娃再一次转过头去 没有人敢动 唯独那位一号老先生 面带微笑地往前走去 并在娃娃转过头之前停下 这一轮无人死去 当老先生走了两轮 就有人跟着他往前 接下来娃娃的每一次回头 都有不小心动态的人被枪杀 而他喊一二三木头人的声音越来越快 意味着他们能前进的时间越来越短 诚哥还在瑟瑟发抖 老曹叫他赶紧起来 躲在别人背后 时间已过半 再不向前必死无疑 诚哥只好起身 没走几步 他选择的掩体就被爆头 诚哥想跑腿却被人拉住 竟是一个伤者 这人哭喊着向他求救 但时间只剩一分十五秒 哪有时间做好人 诚哥一狠心挣脱了那人 然后就听见他在身后惨叫大哭 最后一分钟 很多人冲到了终点 诚哥也快了 但心一己 他没注意到地上的手臂 突然失去了平衡 就在娃娃回头的瞬间 一只手突然抓住了他的衣领 是一个南亚人 他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诚哥一命 下一次转头 也是最后的机会 诚哥和南亚人用尽全力冲刺 终于冲过终点 时间归零 只听见十八声枪响 未能到达终点的十八人禁数被灭杀 这场毫无人性的游戏才算结束 就当取胜的人还没缓过进时 一场更加残酷的游戏又开始了 两座高塔立在头顶 中间一道空隙 这场游戏是拔河比赛 这是一场生死较量的游戏 在万米高的悬崖上 两组进行拔河比赛 输的一方就会掉下万丈深渊 第一组是舌头的前男队 对决另一个队伍 舌头成竹在胸 而另一个队伍满脸一埋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两队来到两座高塔 每个人的手都跟绳子锁在一起 绝对不可能放开绳子了 游戏还没开始 舌头队的气势已经压过了对面 一声枪响 舌头队立马用尽全力 没有悬念 他们很快就把对面拉了过来 十个人从高塔上坠落 绳子被切断 只听得一连串门响 十个人全部摔死 第二组对决也被选出来了 是诚哥的队伍对付身边的队伍 好巧不巧 这一队也全都是男人 他们一脸轻蔑 心只稳赢 而诚哥这边必死无疑 但就在电梯里 老先生突然回归了神志 告诉大家拔河不一定讲求力量 他有计策 首先最前面的人 一定要是最高大威猛的 他能在气势上震助敌人 也能给予我方安全感 第二 最后免敌人 一定要是力气最大的人 他能像传谋一样稳住全队 第三 所有人要左右交错地站 双脚要平行站直 把绳子夹在叶下 这样才能把力使倒位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比赛开始之后的十秒 国药斗力 所有人姿势往后躺 把下腹朝天顶 这样暂时不会被对面拉过去 撑住十秒 更强的对手就会那么为什么 心中有祸 力就不纯 就有可乘之机 果然 十秒过后 对面的第一人用力过度 脚滑了一下 当成胳膊捉到这一幕 拉 弱队拼了命的拉 竟然把对面的强队一点点拉过来 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但强队毕竟全是男人 眼看马上要死 突然爆发潜力 十个男人拼尽力量 又把弱队慢慢拉了回来 这下 轮到弱队慌了 他们有劳有腹 不可能跟对面拼力气的 就在关键时刻 老曹突然大喊 一二三 对手果然全都摔倒 诚哥也差点掉下去 弱队用尽吃奶的力气拉 把绳子拉了回来 对面的十个男人想要站起来 但他们被一路拖行 重心不稳 无处借力 就这样强队被弱队拉到了边缘 十个男人都掉了下去 绳子被斩断 他们全都掉下去摔死了 几人精疲力尽的躺在地上 脸上没有一丝的开心 因为十个对手 正是他们亲手杀死的 却当几人还没从自责中走出时 下一场的人性游戏又开始了 在开始之前 十六个玩家需要自行选择一到十六的号码 马上有急躁的人 先选了六号和七号 接下来八 九 十 十一号也都被选走 这就是动物本能 在危险来临时 先躲到群体中央 寻求庇护 只剩下两边的了 诚哥走向前面的号码 但走到一半又犹豫了 回头一看 老曹和小江都选了后面的 只剩下最后的十六号了 一没注意 前面三个号也被取走 只剩下一号了 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 诚哥拿着第一个思考了半天 突然有个男人提出他想拿一号 因为他想做一回人生的主角 诚哥听他这么说 就把一号让给了他 第五关游戏要开始了 大家从一个高台走出来 面前横着两条悬空玻璃桥 共是八排玻璃 每排玻璃一张是普通的 一张是强化的 踩上普通玻璃就会碎 从五十米高落下去 踩上强化玻璃就能活下来 即时十六分钟 前面的号码先上几乎必死 后面的号码才有可能存活 一号的肠子都毁清了 当什么主角啊 他脱下鞋子 踩上边缘 心脏快要从胸膛跳出来 两脚发抖的厉害 后面的舌头走上来叫他赶紧 不然就推他过去 一号把心一合 一把跳上左边的玻璃 没有碎 他猜对了一次 后面的人都在鼓励他继续 一号让自己镇定下来 一下跳上第二块玻璃 一号摔死了 接下来轮到二号 他踩上一号没猜对的玻璃 现在他面前也是两块玻璃 一块普通的 一块强化的 他眼睛望向左边那块 一咬牙跳了过去 接下来是三号 三号是个数学老师 他数了数前面还有15排玻璃 猜对一次的概率是50% 那么他全部猜对的概率是32768分之1 数学老师突然嬉嬉笑了起来 然后眼神变得凶狠 他要挑战命运的概率 三号成功猜对了三张玻璃 在第七排掉下去了 接下来就是四号了 等四号走到第四排时 不计的三号是跳的左边还是右边 他回头问五号 五号说是左边 但六号却说是右边 七号又说是左边 四号傻了 这下更乱了 他选择相信五号 因为老奶奶看起来比较稳重 四号一把跳上了左边 不久五号也摔死了 人们一个一个排着队往前 六号是一个信教者 在第八排 他突然跪了下来 开始祈祷上帝 时间只剩下9分钟了 他这样拖延时间 让后面的人都又急又怒 七号等不急了 跳上去抓起六号 谁知他力气不如六号大 反被六号推到前面 撞碎前方的玻璃摔死了 六号阴险的笑了 跳到了第九排 然后又开始祈祷 主呀 感谢你 轮到八号了 刚刚他推了前面的 现在他怕九号也推他 好在舌头露出微笑 鼓励他继续往前 但走到第十一排 八号也摔死了 轮到舌头了 前面还有六排 他活下来的几率也极低 舌头突然回过头 对后面的人大叫 我不会再往前了 要走你们先走 没人赶走 舌头就耗时间 准备耗死所有人 十号威胁 你不走我就推你 舌头一看他身材矮小 就叫他来 就这么耗了几分钟 十号果然一直没敢动 快走 你走 十一号 韩美女把十号推了过来 舌头望向美女 她眼里一点恐惧都没有 嘲讽舌头美种 叫舌头让开 给他先过 舌头一听 这当然是好事 虽然之前跟他有恩怨 但如果有他帮忙试错 也可以暂时忘掉 就让他过了 哪知道美女突然转身 紧紧抱住了舌头 舌头用力想挣脱 但美女伸出一股极大的力气 怎么打也不放开 原来韩美女是来报仇的 在第三关时 舌头背叛过他 我说过要是你敢背叛我 你就死定了 舌头求饶了 希望美女再给他一次机会 但韩美女知道 背叛只有零次 舌头和韩美女双双摔死后 厂商又摔死了一个 只剩下四个人了 还有三排 只见十三号一直扶下身子 盯着前面的玻璃看 身后的老曹问他干嘛 十三号回答 他在玻璃厂做了三十年工 知道怎么分辨强化玻璃 诚哥质问他为什么之前不站出来 十三号说人人都想杀他 他才不会好心 果然他接下来选择的玻璃都是强化的 这下后面三人就都安全了 顺利通过两排后 灯突然黑掉了 看来管理员不希望他看出来 故意关了灯 只剩下最后一排 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选哪个呢 十三号还没有卖出腿 到了他背后 杀了人后 只剩下不到十秒 最后三人纷纷跳到对面 时间到 这绝对是今年最刺激的一部韩剧 一共六个游戏 每个游戏层层递进 淘汰环节更是紧张刺激 值得称赞的是 他用简单的游戏 却体现出复杂的人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华仔 请您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